针对2024总统大选最新民调显示侯有余仍旧是沦为老三地位 而日本政治学者首例元星星就分析了 若蓝白和珍的实现 很多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可能会弃票 特别欢迎上活动Polo山 认真听讲解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全国技能竞赛 难得脱下西装走清明路线 科技大学也可以持续继续深化自己的技能 其对孩子未来的前途是非常好的 特别提到青年技职教育想要懂年轻人的梗 赖清德IG空展也很拼 网友票选第一的戴耳环 欧巴封AI图像成为大头照新话题 这样透过了时下很流行的AI技术互动 可以拉近跟网友之间的距离 赖清德想吸引年轻人注意 而看看最新民调 他以32.4%稳居第一 赢过民众党主席科文哲25.9% 国民党侯友宜只有17.6% 若西卡都的话赖清德33.6% 科文哲21.1% 侯友宜14.8% 郭台铭12.5% 反而对赖清德更有利 不过若交叉分析 30岁以下族群支持度 科文哲40.3% 赖清德只有24.7% 不知道我们看小绿的星星说 哪个对手无法拉开距离 日本政治学者小绿远星星分析 赖清德尽管跑在最前面 却无力和其他参选人拉开距离 而他面临的挑战 恐怕还有蓝白河 不过小绿远星星分析 若蓝白河真实现 许多支持科文哲的年轻人 可能会弃票 支持度势必不是1加1等于2 我相信年轻人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部分 是非常的有坚定的意念 不会随意的被弃保所操弄 赖清德按照自己的选战节奏 抢攻青年支持度 要稳住民调三成基本盘 力拼突破四成天花板 记得全请廖凯成台备创报道